台湾地区疫情指挥中心咨询委员李炳颖 日前在政论节目当中就表示说 高端疫苗的保护力推估在8成5至9成之间 原因是其与一款美国疫苗所采用的是相同技术 而这款美国疫苗的保护力可以达到9成 那么可讽刺的是李炳颖拿来对标的这款美国疫苗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取得美国的紧急使用授权 而台湾岛内的高端却已经是堂而皇之的施打了 台湾的高端疫苗其实有很多的科学的角度我们去讲它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讲说高端疫苗 它是全球首批的以这个免疫桥接技术来取代这种三期的这种实验 然后并且获得这种紧急授权的这种疫苗 但事实上说这个免疫桥接这样的技术 又就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也好 就我们比较信任的这种技术标准 其实都没有认可这样的一种技术 所以其实我们给到这种高端疫苗的这种紧急授权 其实就因此就才是饱受质疑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呼唤说 你还是回到国际标准来去看 也就是说以更加科学的态度去看你这款的疫苗 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事实就是高端疫苗 它其实是有很就是我们有看到这样的一个 就是死亡的病例等等 其实还是蛮令人担忧的一种状况 所以就才会出现短片当中说到的 本来我们是期待这样一支疫苗来去救全民 变成了全民来要想要去救这样一支疫苗 是不是背后是不是在救他的股票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说更可怕的就是在于说 民进党当局它是利用这样一支疫苗在土利 那而且这样的一种行为呢 我觉得已经算是皇帝的新衣 其实大家都是看破不说破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像有这个李秉映这样的人 就是睁眼说瞎话 我觉得就还蛮恬不知耻的 我给你算是胸的 所以我们就好伤好 因为这种方式是大细导的 所以我们做完整的 我们做完整的 我们做完整的 就是会出来的 我们开始做完整的